我面前的是道瓜斤中非常漂亮的一个花 最早的时候15年我们在唐山的时候也弄过 但是我发现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没有光照的时候花 它就不行 你要记得吗 那时候眼中凸叉叉了 那年人不懂 弄过来也是全是花呼噜呼噜全掉没了 还不知道咋回事 其实我们呢当时是在花卉市场里面 花卉市场是以人为本 他不会考虑以花为本 就是会打遮阳打得比较厉害 就是没有什么阳光 接着呢就拖了叶子 相信好点花卉在养的时候也遇到这个情况 然后第二个点 它很怕热 你还记得吗 咱们那时候碰巧又是夏天 落得可快了 呼噜呼噜的落 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洗水的 在光照比较充分的时候非常的洗水 大家伙在养护它的时候呢 光照该给足的给足 但是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一定要放到一种 树荫底下 别给晒着了 这种花都跟女人一样 怕热 你怕热吗 还行 还行 那你就 还行 那好多话说 老万一我这个东西怎么养 怎么养 然后倒灌进中这个东西呢 第一洗光 第二怕热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大家适当的把控一下 浇水这一块呢 还是把持一下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很多的话有问 什么是干了 什么是不干 你给他们讲讲吧 然后那个干不干 然后这个取决于这个植物 比如说 像这种薄叶类的 它可能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它叶子会稍微粘 或者是打粘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什么样 不会了 然后还有就是 你用手去摸一摸 它这个盆土 然后感觉很潮湿 然后就该浇了 它这个跟别的 你像别的东西 像多肉一类的 厚叶类的 它可能就是说 摸的特别干的 再浇也不怕 像这种薄叶类的 就稍微 就是有点潮乎 然后它就开始 要浇水 要浇透 还有就是 就什么 你朋友假的 假的 他们也不会 浇不出 什么浇不出 我放屁了 好了 浇水呢 还是把吃干了 就浇不干不浇 摸的就差不多 看叶子稍微打尼的 就记得浇水 施肥这一块呢 大家就用那种 你像通用型的 或者是花豆段 或者这种 光花型的 那种营养液肥料 都可以的 好吧 用土这一块呢 大家尽量要选择 那种松软透气的 一直跟大家不停的说 如果说大家不想 买土的话呢 您就可以用那种 装修用的沙子 那是最省钱的 一个方式了 然后总结几点就行了呗 第一点 光照 第二点怕热 对 第三点浇水 来回就光水 吐气肥 我是老花鸡 小花鸡 拜拜